是第三个科判 说缘起空性而断除争损之间 这个分二就是第三个 前一段时间有个大的科判 其中第一个就是佛说缘习如幻之力 第二个就是讲佛说缘起 在佛说的缘起里无有损害或者无极可唱的意思 首先是第一个 凡是意愿所生法自信本来无形象 然而显现未必之故说此等皆如幻 凡是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 依靠因缘而参生的法 绝对不会有任何自己的体相形象也是没有的 然而在众生面前他无极而显现 那么显现实际上这是佛陀很多经里面 用如幻如母来比喻的 《如幻沙漠地经》里面讲有五百位修行人 他通过修行获得了自己的寿命通 知道自己前世造杀父杀母等等很多罪业 同时也知道别人也在这样造过业后来他们心里特别没有信心 很害怕自己造的业太严重了 正在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拿着一个宝剑准备想杀佛陀 这个时候他们都特别害怕我们本来都特别害怕 自己以前造的罪业都是这样的 现在文殊菩萨今天又开始向佛陀造这么严重的罪业 正在这样这个时候佛陀说文殊菩萨你不要这样来 其实你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这些比丘也不存在 一切诸法无有自信的道理就讲出了 罪的本体也如幻的如梦如扬眼一样不成立 你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这些五百个比丘已经通达了 法无有自信的法人得到了法言和法人 诸法如火论 变化如梦时日暮如幻时吧 《四百论》里面 随于慧心仙 扬眼极浮云等一切诸法 因缘所生的法全部是如梦如幻 如扬眼 如慧心 一切有微法 如梦幻泡云 一如一露点等等 很多法师也会讲的 所以很多经典里面讲一切都是如幻的道理 这个我们其实真正要想到佛陀所讲到的 这种真正一切幻化的道理断除一切分别王的道理 如果我们想的时候就会明白的 真正因缘所生的这些法全部都是幻化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 诸法如幻 你是不是如幻你自己也去观察啊 因为佛陀特别殊胜的智慧已经抉择下来的话 我相信里面有很甚深的意义 佛陀的智慧并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所了知的 就像印度的法乘论师 乘纳论师他们都是这么赞叹的 我都真的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 除了佛陀以外二生六庄严 这些不管龙猛菩萨 约乘菩萨他们都是顶礼佛陀 他们的智慧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如果在的话 任何一个智者和科学家都是没办法与他们辩论的 所以你看法乘论师在《释量论》的顶礼句当中 也是这么讲的精力欲具足 触灭分别王 甚深广大声 边方普显光 第一个对释迦牟尼佛赞叹和顶礼的偈颂 就是用三个方面的特点 佛陀遣除一切众生分别 迷乱的王 然后自己具足已经深深广大的身体 并且能边方普显光 对整个众生发出大悲的具有智慧 也有悲心还有能力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把佛陀所有的威德和所有的功德集聚起来赞颂 应该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上师如意宝一直用这个教证 就是说对佛陀的赞颂 赞颂 所以我们应该对大慈大悲的佛陀应该产生一种无比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不是现在有些人的好奇心 啊 我好喜欢你啊 我好高兴啊我很喜欢这部论典啊 不是这样的这些人你一讲为什么喜欢的话 我也不知道可能见识因缘吧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对佛陀最广大的智慧和甚深的教言 就是让你以他真正的美丽所吸引而自己感到一种震撼 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无与伦比的一个伟大的大智者啊 我都遇到他的教法真的是多么荣幸啊 自己对自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荣幸 成就感也好或者说自己有一种特别欢喜的心态 那这样我想在佛教行列当中你永远也不会退转 可以称为不退转菩萨现在有些上师稍微给你讲一点巧语 你已经成了不退转菩萨你也成了不退转菩萨 其实有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也许可能是啊 但真正我们通过闻思最后在有生之念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我在佛教的教理当中是不会退转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唯一宣说真理者就是佛陀 而他的真理让我今世来世都会永远获得快乐的 所以我是希求快乐者我旁边所有的人类包括旁生界 他们也是愿意离苦得乐的 那这样的今生真的对世界来讲是特别珍贵啊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我想佛法也可以对全世界性 应该是全球性的开展或者弘扬应该有方便法 否则把自己弄得特别小小的一个圈子 我是藏传佛教的我是净土宗的我是禅宗的 我谁都不排斥我不维护自己我不学不学 不要学不要学 没有必要这样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种特别开放的心态 因为佛陀无比的智慧和无比悲心谁都可以接受 只不过是一种上师们的传承和教言的方便法不同而已 其实所有的宗派都是圆融无畏的 应该都是融会贯通的没有一个此去此舍的 很多词词 我可以选择一下 感谢观看